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的其中词 叫令人厌恶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repulsive 再来一遍 repulsive 这个词叫令人厌恶的 令人讨厌的 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repulsive smell 令人厌恶的味道 特别难闻 repulsive behavior 就是令人讨厌的 这些行为举止 它指人指事物都可以 这个词呢 它来自于简单的一个动词 叫令某人厌恶 令某人讨厌 咱们以前曾经学过这个动词 我们做复习了 大声再读一遍 repulse repulse 表示令某人厌恶 令某人讨厌 所以呢 它如果是人做主意的话 一般用被动 比如看例子 The terrorists were repoused by the filthy conditions 这些游客们 对当地的肮脏污秽这个环境 这个状况呢 感到非常厌恶 你应该讨厌什么东西 叫be repoused by filthy 叫污秽的肮脏的 这是书面语 游客们对这里非常脏 脏兮兮的这个环境条件 感觉非常的厌恶 很讨厌 注意 用被动 我们复习一下这些相关的词汇 repulse 它有几个同一词 你像repel revole disgust 从用法搭配几乎都一样 都是表示令某人厌恶 它们相关的形容词呢 也一一对应 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先读动词再读形容词 慢慢来 repel repellent revole revooting disgust disgusting 这几个词写奏中可以替换 而且这三个动词呢 都是令某人厌恶 所以表示某人讨厌某个东西 一般都可以用被动 好 这个词只要把相关的一群词汇 把它记住 把它搭配 主动被动 不要搞错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学习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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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